眼看这辆白色旧旅车不断往右偏 但速度这么快根本不是要停车 突然就碰的一声 一辆停在旁边的机车直接被它撞飞 吓得对面的路人纷纷转头查看 而驾驶知道自己窗户了 才马上停靠路边 白色旧旅车右前车头整个撞毁 板间整个被翻开 零件外露 而被撞上的黑色机车状况惨烈 车壳碎片四处喷飞 事发地点在台北市民生社区内 19号晚间7点多 一对情侣把车停在路边休息 突然被车从后面撞飞 蹲在车旁滑手机的骑士手部擦伤 坐在机车上的女友则是头部外伤脑震荡 脸部背部和四肢也都有多处挫伤 而赵氏驾驶一侧发现 就侧值0.68超标 碰一声我们小姐跟我讲都碰 就有车祸 后来发现赵氏的名车驾驶身份有点特别 原来他是民进党总召科建民的前特助张登瑞 甚至还有科建民分身的绰号 不只和现在院长苏仁昌有殷勤关系 也当过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 这回酒驾肇事 民进党担心影响党域 已经火速将他送往中平会采除 所以我只是有听到外面的声音 蹦一声这样子而已 不过这回松山分局似乎有不同待遇 夏令部的透露过多讯息 看来当过柯建民特助身份的确特殊 即便酒驾依然能受到警方高规格保护 TVBS全文军前会 不过这儿的门